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么我们继续我们第十一届课的下半场 盘中动态直播看盘 郑重声明 股市有风险 路市许景胜 视频中所设计的个股仅作为教学案例 不作为个股推荐 禁止盘 学员学习为主 交易风险自己把控 你的买点和你的卖点 风险控制 大家自己做好 我不会给你们做出任何提示 说买票和卖票的操作 大家自己注意 切记切记 那么北大特训在本周开始 那么在明天下午我就会飞北京 那么我们已经有一个小的微信群 是给我们这一期 我们学员的几十个同学 在北京现场 我们私下交流约谈的一个小群 那么我们上午的话呢 其实简单讲了一下 就是盘前 我们看盘 盘中交易 其实这些我们 其实过程中我们已经在讲的 那么冲高的要怎么样 回来要等待 都有 那么盘前工作的话呢 我们也说了 新闻消息 那么做好盘中的策略 做好个股的分析 盘面的话呢 一个是看大盘 然后呢 看中间板块 那么中间板块 我们刚刚也讲了 当你看到涨幅板排序里面 都是全中板块的时候 那么很 就要直接要想到一点 就是中小盘的个股 创业板 那么应该是比较弱的 这是个杠杆效应 或者换句话说 市场资金并没有 全部的去切入这种题材个股 那么关注展贴板的数值 特别展贴板的加速 跌停板的加速 我们应该强调过很多次 再强调一个 大于五个跌停板的盘面 就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一旦跌幅大于十个的跌停板的话呢 市场就会出现很多抛盘 然后呢 关注我们更多的个股 和关注论年板块 那么盘中交易的话呢 就是第一 确论盘面的稳定性 那么从确论盘面稳定性来说 我们其实从大盘的找盘 当时只有十几分钟 十三分钟 当时我们说很清楚 十三分钟 喝点水 十三分钟的涨幅 应该是比较大的 从这几天来说 所以的话呢 我们是做了两次 分批控制仓位的一个策略 那么后面的的确确也是回落了 到十点钟 这里的话呢 如果说我把后面盖住 如果说我把后面盖住 什么都看不见 那么盘面会不会有可能 按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起来呢 一定有可能 但是这个可能必须要有什么 市场的上涨必须要有钱 有钱必须要有量 所以的话呢 你能不能长 不知道 但是你有没有钱 有没有量 我的眼睛 我是能看见的 我没看见之前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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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学会等待 至少来说 十点钟之后 没有看见 那么我们就等待就好了 如果你说想强反弹 OK 那么可不可以 可以 那么灵活 灵活一点 那么这种位置 如果说能够走个WR起来 那么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起不来 那么这里 强反弹的点 的仓位不能中 不能中 目前来说确实 还没有确认信号 那么如果说有确认信号之后 我们仓位再加重一点 再补上去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现在的话呢 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一点 是什么呢 这一波下跌 从量能上看 有一个特点 哪个特点 十点钟找 十点钟拐头 这一波急跌 我把量圈起来 这一波急跌 的量能 和 跌下来之后 这一波量能的急跌 这一波急跌 量能是在缩小的 对吧 量能是在缩小的 但是这个缩小 并不代表 它一定会止跌 止跌也就是说 空头要被多头打爆 那么一定要有多头出现 我们等多头出现 就是我们确认的一个 加上点 但是我们只能看到说 目前这个位置的话呢 空头的力量衰竭了 它筹码抛不出来了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密切关注 盘面的一个动弹 一个动弹就可以了 而且我们看到 沦陷并没有下来 或者换一句话说 今天大盘的话呢 很有可能是冲高回落 震荡 下午再收回去的一个盘面 这是这个概率会非常大 所以我在昨天 应该这一天 前天应该说了 要在要有三天 至少要三天确认 而且是在今天下午 而且在今天下午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要学会等就可以了 其他的就不用太担心 盘面上的话呢 就是这样一个格局 好 那么我们再回到 刚才我们看到的盘面 先看一下涨幅板 那么涨停板 现在的话呢 又回到了20只以上 21只 对吧 稍稍冷气又有回复 跌停板的话呢 现在是 这两家没有封住 三家没有封住 也就只有两家封住了 有走好的迹象 但是我们现在还得 盘面的一个变化 现在没有确论 继续观察就好了 那么现在有点时间的话呢 我们因为盘面 现在十点钟之后呢 是会出现一个理性的 理性的一个时间段 那么这种的话呢 一般很少会急跌急涨 会慢慢的走 所以我们有时间 我们把我们前两天 跟踪的个股 我们来做一个分析 集合进架这里的话呢 我们再看一下 加力图 这个封板分得很好 家云科技 那么这个也OK 对吧 跃跃 跃跃是第三板 看到吗 它封板了 对不对 但是没封住 盘面弱 三板很难封住 所以说三板 以上的票 我很少很少跟大家去讲 最多也 最多也就是熟 一般是熟板 一般是熟板 我们切到一下 这个是我们这一周 跟踪的一些个股 那么认指形 我是这一天揭露的 然后呢 这一天拿的 昨天是低息 高抛了一次 然后今天的话呢 持股 今天没有加 今天没有加 那么看聚龙股份 聚龙股份的位置 说读 首先大格局上看 很明确的是下跌之后 一个很大的一个横盘 但是这种横盘的话呢 我们没办法说 老师这个横盘 是不是一定有主升 一定 我们不去讲 那么我们慢慢来分析 至少来说 这一波 我们能看到 这个量呢 这一段建仓 那么一定是阻力 这里做短线的 这里是有阻力出货的 但是有一个好的线 是什么呢 这一个高点 它有消化过 这一些陶牢盘 这是好事情 或者换句话说 这里后面压力不大 真正压力大了 在这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里不看 我们就看这开始看 那么从这里开始 到下面 我们发现 过程中 有过什么 板枪 或者换句话说 其实这里的筹码 有在洗下来 有在洗下来 然后呢 换着看 无量破位 对吧 快速收回去 区间 一时 二时 三时 那么这个区间 特别是在这一段 就不存在主力出货一缩了 或者换句话说 这里这个波段 其实是主力收集筹码 然后很明显的看 这一步下跌 可以看到这个量 没有量 那么其实这是一个大的 一个W2的位置 所以的话呢 在这一波起来 即使到这个地方 看一下 有没有量 没有量的 主力在这里 不可能出货走 那么 到了 我们所说的 这个压力位之后 开始出现分歧 当时回过头来看一下 主力在这里 收筹码 这里收筹码 这里又在收筹码 那么 到这里 应该来说 是有向上的预期 那么 目前 由于空盘度 分歧 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这里的话呢 是出现了一个滞涨 那么从交易上来说 你说 老师 你这个票分歧得这么好 那怎么买 如果跟踪 板枪到压力位 这里是底部的一个W 对吧 有同学说 老师 你看这里破位了 没有量破位 没事 在W起来之后 唯一的买点 DC 在这个区间 或者说 你看这个板枪 第一次是它 再回来 回到这里 其实又回到了前面的一个 主力成本区间 那么再起来 仍然 这里 肯定过不去 所以再回 所以我们的买点的话呢 一个是在这个 可能说 你是DC这个附近 然后的话 这里是很确定性的买点 一定有 就像这一天 这一天的话呢 是没有下引线的 缺口没补的 然后你说 老师这个缩量的一个阴线不敢买 那不敢买 没关系 你再等后面 这里 这里有一个 这个是最标准的一个 说三一 缩量阳过二一 缩量阳过二一 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买点在这 买了就持股 守就可以了 而且注意看 这个最低点 倍量展停 这个展停板 比它高 没有倍量 这个展停板 比它高 这个是最低的一个 倍量展停板 主力成本不可能比这还低 而且它是出现在W2的位置 所以说这种 位置 应该来说是非常好的 你看到没有 在这里出现一个空盘点 那么这种空盘点的话呢 就是一个绝佳的买点 买了以后 上来 没有抛盘 看到没有 没有抛盘 再回一回 它还可以再上 那么达到大风口 出现一个分歧 那么就走了 就走了 那么这一个位置的话呢 注意看 当时看到这个展板之后 其实量能的 其实我看 它不算太大 不算太大 它其实比这里 其实高了一点点而已 对吧 所以它这里 看到再下来的时候 它其实没有破 换句话说 这里并没有出破 那么只是这里 出现一些分歧 那么整体上 这只个股来说 之后 说图看 那么它终究要突破的 终究要突破的 那么什么时候突破 这个真的没办法确论 我们只能说 跟这一个策略 跟这一个交易的 一个思路去走就好了 这是各国的一个 整个分析的一个过程 只是说 票好与不好 我们最终要去看 买点在哪里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看一下盘面 对吧 那么大盘这里呢 有一个强反弹的点 这个强反弹点的话呢 是一个如果说有高抛的了 那么强反弹点是可以的 仓位控制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从分市场看 有出现了一个小的 一个平台 那么这个平台 我们要观察什么 第一 这里破了一次位 有没有亮 没有亮 好 那么再下来 破了没有 没有破 OK 有止跌迹象 那么观察这里要起来 如果说阻力确论止跌 那么买盘要慢慢的跟上 还可以 这是从大盘来说 那么创业版 现在可以看一下 创业版 是属于一个震荡 属于一个震荡 围老轮陷的震荡 那么目前来说 开始起稳了 看到了吗 开始起稳了 找盘的抛盘 抛完了 后面没有抛盘 没有抛盘 所以慢慢起稳 有可能会走强 有可能会起来 这是我们要去 会判断盘面 一个走好走坏的 一个细节 但是还是一句话 钱是唯一的 没有钱 起不来 好 我们刚刚讲了 刚刚讲巨龙是吧 好 我们再来 横海天龙 横天海龙 横天海龙的话 是 周末是这一天选的 那么因为周末 这一天选的是说 这个板的位置非常好 它也是突破了底部的 而且它也是底部的 手板 下来之后的一个手板 W2的位置 所以说这个板当时选得出来 那么市场确实也给出了 一个板 两个板 今天又重板了 今天又重板了 其实选出来的好 它也是有具备的原因 那么整体来说 我们再放大一点看 说图看 这一波其实不用看了 主力绝对在里出货了 5块5 这里2块多 那么其实还是看这一段 那么这里下跌 到了前高附近 抢了一次筹 再往下打 无量 又抢筹 开始建仓 这里开始很明确的建仓 这里抢筹 开始建仓 细筹 洗盘 所以的话呢 这个板 主力的每一个阶段 我们清楚在干什么 就知道了 顶级软件 顶级软件的话 这一票没走完 没走完 换句话说 从高点 25块9下来之后 跌了一倍 那么跌了一倍 因为它高位 它阻力抢盘非常大 看到没有 这些量非常非常大 说度看一下 这真的就是历史天亮 所以这种位置的话 这种位置的话 就主力要充分的 去把成本摊低 那么我们发现 两个展厅板 在同一成本 一个平台附近 20%都不到 看到没有 那么这一步拉升 到压力位再回来 那么后面的话 现在又在增弹起盘了 那么后面能不能起 我们可以观察 但是有一点 这一天来说 是比较好的 这一个两个展厅板的位置 这里有一个扎板的位置 那么现在的话呢 这个阳线就是在这里 就在这里确认的 看到了吗 所以说成本附近来 主力来说 这个位置很难跌破 那么跟踪就好了 跟踪就好了 安宁股份 安宁股份 这支个股 整体来说 也是主力吸筹的迹象 特别特别明显 特别明显 那么可以看一下 这三天的调整 根本缺口都没补 换句话说 这一个板 其实主力不下来补 不回洗的原因是什么 是控盘 阶段控盘 但是这边的抛盘 这边的大阴线 这边还有一个风 多少来说 目前看到什么 主力不愿往上冲 那不愿冲 我们也没办法 那么就在观察 就在观察就好了 如果说有急跌往下打 那么可以关注 看看有没有低息的机会 那么这里可能就对 分时量播的要求比较高了 没有学过量播的同学的话呢 就以收盘热心来去了 整体上来说 这支票也没走完 继续跟踪就好了 经科文化 那么我们有学员是做了两个板的 我知道 红包也发了 但是这条线正好 看到没有 刚刚随便一放在这 到压力位嘛 不板 不板了 低开冲高 这种地方 可能走得不太好走 跳的比较多 跳的比较多 不过昨天这个板的一般 如果说这里不松板 OK 这里尾盘不好 尾盘有人出了祸 出了祸 昨天第一开箱下 缩得量了一般 所以这个的话呢 洗一洗还得上 洗一顶还得上 换句话说 这两天其实就是洗盘 就是洗盘 因为它涨幅空间一时 才三时 回来还有机会 回来还有机会 静科文化 那么新轮科技 这次个个就没啥说的了 还在底部 建杂区间 跟踪就好了 南京正确 少刚刚一讲了一下 它也是处于一个 建杂洗盘区间 主力成本 看这一堆量 很明确的 这里不容易出货 这种话呢 因为正确板块 目前走的位置 我们看啊 正确板块的位置 也是稍微一点尴尬 所以的话呢 需要一点时间 因为我们学习跟踪的话呢 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个股 我们都需要去了解 这样的话呢 对我们的交易体系 应该来说 是有所帮助 有所帮助 好 我们再看一下大盘 现在大盘的话呢 分时 量能微微的有 但是并不强 创业板的话 量能有 但是也不强 但是目前来说 抛盘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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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板 现在这里就看 市场的一个合力了 那么 大盘这里的话呢 就继续跟踪 那么这个反弹点 目前来看 暂时正确 暂时正确 但是量能 唯一的确论标准信号 那么 老同学知道 我课程中的话呢 一般我想表面的观点 我会跟大家讲 也就是每一句话 都有我想表达的内容 在里面 大家能听多少 是多少 好 那么我们再看 刚刚说安妮股份 对 安妮股份说了 没什么 没什么问题 我在看盘 带盘不是我干的 不是我干的 大家理性去看待 市场 自己看待 自己 把握自己的机会就好 我们不去追涨 不去做任何一次 推荐个股 自己分析 你认可了 再去做 不认可 不要去做 顶级短线 刚刚讲了 位置没有问题 金戈文化 洗盘 没问题 横天海龙 刚刚讲了 这里是 现在已经没有买点了 这个票就已经 就可以说废了 不做了 不做了 新闻科技 选游科技 选游科技的话 这次个股的话 整体来说 趋势 稍微弱了一点 但它现在的话 有在慢慢筑底 慢慢筑底止跌 这个区间的话 这个票应该是属于一个中线票 不是短线票 中线票需要时间 新闻科技 抢筹还在吸筹 精锐科技 还属于在吸筹过程中 注意 距离文化 这个票好像是个专股 这个票大问题倒没有 大问题倒没有 这个票是个专股 专股呢 就是属于什么 盘中 我们看它这种 你看到没有 这种分石 像一个支支网 或者支布机一样的 就是活跃度比较低 比较低 比较低 那么这种的话呢 就是要等主专 大的专家来拉 要不然它就不动 市场没有太能合力 这种票的话呢 也是属于中线票 中线票 你说主力成本再低 也不能低于这了 中线票 关于科技呢 其实有点像 跟距离有点像 都是同样类型的底部的票 这种是属于中线票 因为如果说有些同学 是上班的 没时间的 就可以跟踪一些中线票 顺号呢 是大麻的 位置也是同样 同样的位置 都是同样类型的 那么整体上来说 这就是我们 耿中的一些个股 福安股份的话 整体走的还可以吧 慢慢的底部抬高 慢慢的底部 什么时候加速突破 那么这个待定 待定 英赛集团 英赛集团是属于 我们说了 一个板 两个板 三个板 四个板 四个板重叠 那么就以它的中线 为一个参照 成本就在这一附近 成本在附近 一格尔的话呢 我不确定昨天出什么利好 但是昨天 出了这个低听板的话呢 是稍微有点不好 量能稍微有点大 那么早上我们也应该是早上说了 是不是 那么这种板的话呢 其实又回到主力成本区间了 像这种板的话呢 我们可以先观察 什么时候确论再说 但是正常来说 这种昨天 昨天炸板 就是炸盘 炸盘的这种量 那么这种票的话呢 后面要多等一等 多等一等 它要重新 主力要重新消化它的成本 换句话说 昨天接盘的人很多 成本比较高 下来要重新消化 重新消化不结 不结 精神智能 对 早上讲的是这支票 那么这个绝对是属于什么 洗盘 绝对属于洗盘 绝对属于洗盘 那么像这种的话呢 这也是属于一种移动 属于一种移动 跌停板 封板 都被撬了 就算展停板 封住了被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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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跌停板 封住了被打开 封住了被打开 那么就是有人在什么 有人在搜索码的一种盘面 那么大概的话呢 这是我们跟踪的一些个股 我们再看一下大盘 大盘现在的话 量能不足 在这里震荡 那么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其实还是可以画一些量线的 其实量线是我们有讲过的 那么简单说高低点连线 就是一种小的趋势 那么这个高低点连线也是一个小的趋势 对吧 那么底底连线 我们就画水平线就可以了 我们以第一个低点画水平线 你就会发现 现在旁边呢 打下来之后 第一个低点没有破 对吧 没有破 然后呢 这个下跌趋势突破了 这个下跌趋势突破了 换句话说 这条线就变成一个好的支撑参考位 这个也是一个支撑参考位 只要你下来不破 这个平鞋交叉的位置 那么放量上来 就是确论 老师你看像不像你画的什么 像不像你画的一个凹 类似的一个凹 或者换句话说 这里下来能不能走成一个凹 其实我们就看 一二这里的量能 我们等 就等 磁场给信号 主力不给信号 我们就继续等 什么时候给信号 什么再说 这就是盘中 我们去观察的一些细节 好 那么展停板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展停板 现在多了吧 现在23加了 刚才21加 现在25加了 25加应该是活跃一些了 跌停板的话呢 这个没封住 没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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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住了两只 只有两只跌停板 航天动性 一只板跌停 那么应该是有利空 应该是有利空 这个不知道 没跟踪 没跟踪 那是个国 容积股份 说图看 那么像这种的话 说图一看 那么我们也不会去做这种票 一般不会去做 涨了10块多到20多 三倍了 接近三倍 真是三倍 29块是毛板 三倍高位 这些都是相对高位的 阻力 拉伸高位出货 那么 这种不用看了 没关系 这一个单化科技 这个跌停板 这个单 但是标过一次 标过一次 后面的话 冲了一次 没冲高 炸板 再冲高 现在回落 这种票现在也没什么好的机会了 都是一波 这一波应该有多少 看一下 这一波有50% 看到没有 可以说很准 最低点 看在哪 这一点最低点 最低点到最高点 49.5% 50% 任何一波短线反弹 超过50% 要注意获利了结 而且的话 它又处于 处于这种压力位 这种压力位 所以这三个地停板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对市场影响造成不大 如果说 是在一个很好的区间 这种地方 砸地停板 那么就有问题了 因为它是高位往下砸的 这是市场正常的情况 正常情况 或者换句话说 举个例子说 这里建厂好好的 好好的 好好的 斩停板了 这里突然砸地停板下来 那么这种肯定就不好 肯定就不好 好 创业板现在 OK 没有抛盘 从10点钟之后 抛盘就不中 而且创业板的话 可以看 在10点钟 打高点之后 它有过回落 就这一波回落 有抛盘 后面的话 看到没有 后面没有抛盘 后面没有抛盘 上升指数的话 能力慢慢再恢复 早盘10点钟 到现在来说 慢慢再恢复吧 只能这样讲 现在还不明显 还不明显 早盘这一波 可能是还是稍微 有一点点凶 拉那么高 但是洗盘的话呢 其实要震荡好 你说震荡 不震荡 洗不住能 或者换句话说 如果说大盘分尸 是这样走的 你的割鬼这样走 你根本不想卖 只有让你赚钱了 你才会卖 或者让你套了 你才会割肉 那么市场一定是 这种格局 OK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得等 这个量能开始增加 还是比较好 还是比较好 那么创业版 起来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说 量呢 是唯一市场要 遵守的一个东西 从展数版 现在来看 展数版 我们看一下 60吧 60看得更清楚一点 60展数版排序 那么 从板块上看的话呢 展数版一个多点 不是特别明显 一般展数版 在两三个点以上的 统一板块 在两三个点以上的板块 异动性比较强 这一个多点不明显 还是生物之药 软件服务有一个 管理档案 通信设备 有一个 软件服务有两个 软件服务有三个 软件服务有四个 通信设备 第二个 元器件一个 元器件一个 软件服务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 可能软件服务相对 稍微活跃一点点 但不是特别强 我们看一下 结层在哪个位置 属于超低的 超低的这种 不属于 不属于龙头性个股 那么还有没有 软件 为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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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的话呢 其实有点意思的 今天有突破的动作 然后的话呢 这种票 其实还是按中线看吧 按中线看 注意看啊 最大的量在这 后面的话呢 就是 看到吗 量的没出来 量的没出来 无量上 那么前面呢 是无量下跌 那么现在的话呢 是属于无量震荡 慢慢上行 这种票 中线票 拿不住 很难拿住 很难拿住 因为这种票 其实我们要观测的一点 是什么呢 观测的一点就是 还是那句话 买盘和卖盘 你说这一堆量 慢慢的上去的 慢慢上去的 然后呢 又打回来 量呢 特别是这一波 这一波的量呢 可以看一下 看看这 看红量 看红量啊 这种都是中线票 盘子大 你看200多个亿的市值 今天应该算是突破了 也算是突破了 但是这种票 不要去想到它天天涨 你看一下 你就说 上面也行 一个阳线 阴线调调调 不阴不阳 对吧 阳阴线 那么阳线 长一天又开始调 长一天调调下来 一个板又调 四天之后又调 这么长时间 这里冲的还好一点 然后又调了半个月 再上再调下来 再上再调 那么这里再上 有可能还要慢慢调 专家的性格就是这样子 它不是暴拉的票 软件没有持续 看到吗 现在软件没有了 展数板 软件没有了 这里没有软件了 说明的话 并没有某个板块集中暴拉 没有 没有软件 软件只有一个 也不属于 所以现在盘面的话 从前一看 一眼看过去就是什么 还是比较墨迹的 看看龙基软件 龙基软件的位置 还可以吧 只是前面的这个压力 也太大 大位置没什么问题 算了 过 不是很理想 轻到忠诚 软件板还是不多 还是23只 还是23只 证件板块 今天走的也是 早盘拉了一点急了 所以大家慢慢的体会到 从盘中也体会到 就是说早盘急拉冲高的 只有卖票和减仓的机会 千万不去追涨 追10次 你可能对一次两次 但是多数还是错的 那么有了这种教训之后 慢慢的大家就要谨记 不能说你去打胜打仗 你带兵打仗 打胜了 回来吃肉喝酒 然后别人问你怎么赢的 我不知道我运气好 好吧 那么你再去打 基本上都是 因为运气 没那么多运气 如果你运气好的话 你就去买彩票 股市里面除了技术交易 学会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是能性 能性 这个是所有人的弱点 包括我也一样 早盘急拉的时候 哇 好啊 涨起来了 只嫌自己钱少了 只嫌自己仓位够了 然后呢 追 加 追 加 明明赚钱的一家 然后呢 下来之后呢 又把成本谈高了 可能暂时被套了 当然你大事判断好的时候 没有问题 后面还有其他的机会 只是说这种交易的话呢 对于正常成熟的交易者来说 这种交易的话呢 是冲动型的 那么一定要在你有一个很好的交易体系的情况下 因为我们量学的话呢 是对成交量的一个理解 那么在这一方面来说的话呢 大家要抓住一个重点 量它是讲位置的 不同位置的量呢 它的市场含义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和你的交易策略来说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诶 农机软件刚刚说完怎么拉了 暂停了 谁拉的 不是我拉的 不是我拉的 好 那么农机软件一拉的话呢 我们看看展示板 有没有移动的 展展那个软件板块的个股 六零回车 农机软件软件服务拉 九级软件 位置跟农机软基本上一样 九级软件动了 然后还有没有 就两个呀 远过软件 远过软件 位置大问题也没有 还是也是属于喜帕 也是属于喜帕 只是这个位置不太好买 十大集团看一下 跑哪去了 十大集团 不行 好像力度还差一点点 九级软件的力度 如果九级软件风感了的话 九级软件就是你看说图一看 位置都属于超跌的 超跌确定性的 这种重新吸筹 这种还是比较 当W2的套作 只是说这种位置 如果有跟踪的就好 现在追斩的话不合适 追斩的话不太合适 如果分不住的话 就很容易挨套了 这种票可以看 不去追 克朗软件 软件都动了 对吧 那么这就是通过展述板 去看盘中动态的变化 那么像这种 克朗软件的位置 那么这种位置来说 其实也是小W2的位置 整体上来说 没有太大问题 它是在这里做个相提的震荡 但这种票目前来说 克朗软件这个位置 如果说做交易的话 不是特别强 你看这一天 这一天的大阳线 只有三个多点 四个点都不到 力度还不够 那么小级别的一个W2 力度不够 如果说做交易的话 那么买了以后 它是小W2的买点 是买点 那么这种买了以后 就是什么 就是手 手这个位置 不破就吃过 不破就吃过 拉了 克朗软件 新闻科技 新闻科技 是 看是不是 看一下 这书 对 新闻科技是我们 我们更众的个股 对吧 那么这种个股 板块没有任何问题 刚刚所说的 都在成本附近 没什么问题 那么现在看到的话呢 就是软件股啊 像这些科技股 就这软件 7.18 这种票 不要去追 千万不要追 因为一旦分不住 它要挑 因为这个平台 注意这种平台 一下很难 很难突破的 一旦分不住 就挨逃 你像这种 我们如果说减出来 那么我们这下面 今天是新纪我 这天发的 对吧 你怎么买 怎么跟中低息 都不会讨 还赚钱的 至少来说 你做的心理很踏实 绿蒙科技 软件的 托尔斯 大位置 大位置没什么问题 我们那个横天海龙也动了 这里 这里拉了 这里没有买点 不看 我们看一下 互联网金融板块 互联网金融板块 互联网金融板块的话 九七软件应该是属于互联网金融板块的 银资节 顶点软件 其实像任何个股 大家只要知道一点 只要这次个股 阻力没有在一波拉高之后出货 那么这种个股都有交易的机会 只要冲上去 我不追 我也不买 我知道你会回来 回来我再做低息 冲高五个点 六个点 你赚到也OK的 客户软件 这种力度弱一点 跟风 我们叫什么 叫跟风 并不是龙头板块 那么三端指数 现在的话呢 看一下 我屏幕前面八个屏幕 其实我一眼瞄过去 我还观察很多东西 整体盘面现在还是比较平稳 大问题没有 大盘这一波的量能还行 因为它试探能限了 我们看后面那一波 有没有机会冲能限 有没有机会冲能限 现在量能有试探性的 但是还不够明确 再观察 创业板现在开始 活跃了一些了 展示板的加速应该多了一点 我们看一下 就看这里吧 23 现在24 多了一加 应该是软件板块的 多了一加 石达集团 石达集团 整体来说 位置都没什么问题 这种就低点 确定是低点平台附近的了 这种东西 就低息跟中就好了 但是你就是老子这个平台太密集了 那你就换一只没那么密集的 你看星轮 这个就比石达就要轻松一点了 你看石达的话呢 上面是不是有头脑盘 这些地方风还没过 那么像那个星轮的话呢 至少来说 这里是有试探过一次的 这是右风 回马枪 洗盘 当然这里再冲高 这里再冲高过不去 那么还得调 还得调 那么从我们的量学建构来说 其实这一天被量 看到吗 这天被量 已经是汤果答应二分之一位 现在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 它就在这个二分之一 现在在二分之一之上 就在二分之一之上 所以换句话说 这是个国底下的风险 但是没有了 就是试探之后再回来 相当于这里 类似于的一个回调 类似于的一个回调 把期管之后 那么再选择先上 好 旁边上的话呢 证券保险银行 没有太大给力 证券没什么给力 还没什么动 没什么动 还在横着 保险 创业板 创业板OK 创业板起来的话 那么盘面轮器 还是会跟一跟 上证指数没有 上证指数没有 上证指数没有跟 如果上证指数不跟的话呢 其实还是会出现一种 什么格局呢 就是说还是会出现一些市场的抛盘 那么也会影响 创业板的上行的力度 只有中小盘和大盘股一起上 那么市场才会向上 继续观察 其实在量波里面 其实这种极拉冲高的量波里面称之为恐龙波 那么这种恐龙波的话呢 一般不去追展 当然恐龙波它有一个量化的 有量化的 那么它是有数据要求的 就是符合哪一种而是不能去追的 这个 特征班才能讲 我不能讲 我不能违规 违规了就以后不能 不能给大家讲课了 恒因金融 互联网金融的 再看一下互联网金融 再测数 二马电器 数字货币前几天涨 对吧 数字货币今天看下怎么样了 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今天也不行 还是 被昨天前天的一个弊谣 就是说很多公司说 我并没有参与 没有参与 看看刺新谷板块 刺新谷的话 因为它是新谷 所以它的盘子比较小 今天刺新谷 也只有两个亚联网 说明小盘谷都没资金去操作 我们看看三角房屋 三角房屋的话 是之前军工板块的 军工板块的话 之前是走了这一波 然后的话呢 这一波之后 国庆前出现 国庆前提前见顶 提前见顶会落 那么像这种票的话呢 一般来说 如果是反筹上去 还会下来 因为它的题材概念的话呢 就是后续的话呢 不是特别强 不是特别强 拉卡拉好像是有一个同学 有问过 有问过 那么拉卡拉的话 其实这里要注意 我们其实向下 向下我们怎么找支撑 我们就要找到好的支撑平台 其实如果说你把线放在昨天这个位置一看 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支撑平台 缺口 那么这个缺口其实是补过的 这个缺口是补过的 没有问题 实体没补嘛 还准备一下 你说我盘中我补一下 我再收回去 说明主力还在这里有空价的 而且这一个部分的话呢 成本还是比较密集 这是10%之内的 10%之内的 你可以看一下成交量 最大的量在哪 在这 这一堆量在哪 在这 包括这里的量 堆上的量都在这 所以说成本就在这个附近 那么那个同学应该是 他可能是上面买的 上面买的 问要不要做一个风险控制 那么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找一个很好的主力成本附近 主力成本区间 旁边有一些变化 那么大盘量能不够 出现了一个下跌 那么从操作上来说 突然的下跌 不确定什么原因导致 原则上来说是要控制仓位的 原则上先控制仓位 然后再找机会重新再做回来 那样的一直没有缺了 买盘的一波刷店 谁在炸的看一下 银行保险证券一起炸的 那么跌天板应该是 应该是多了 应该是多了 还没有吧 还是只有两三只 九个点以上的 九只 看这一波急跌的持续力度吧 颇位量能 其实有一些量能 这个量能的高度比上尾要大 装一板 装一板 也在下 也在回调 唯一的其实就是 刚刚上的时候量能不持续 只要有卖盘一出现的话 就很容易往下砸 证券 证券走得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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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的位置稍微有点尴尬 右风位,因为银行弄在右风位还没有调整 所以银行这里今天稍微有点尴尬 证券其实还好 保险今天是早上试探冲高 探了一下左风再回来 主要还是银行影响 主要是银行影响刚才的那一波 跌停榜还是只有商家 今天全天成交量的话看一下 今天今天是 看一下60分钟 今天16号 今天应该是跟昨天亮的差不多 亮了和昨天持平 从操作上来说 今天的这个刚才的破位不是特别好 分时上我们可以用多日分时来看一下 缺口位看一下 前面的缺口位的点位 我们说的那个缺口位 我把这个先上一下 大盘的缺口 2980.79 最低点是2982.47 还差两个点 最低点 最低点是2980.74 缺口不完了 这一波急跌的量能也没跟上呢 我们看一下 2980.79 2980.7 现在就在这个缺口的附近 就在这个缺口的位置 缺口不了 缺口不了 创业版 创业版 创业版的这一波回路没有亮 没有没有亮 不是真正的炮盘 不是真正的炮盘 跟风恐慌的炮盘多一点 所以这里的话呢 要看它有没有 有没有微质反转的可能 再观察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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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就守这个缺口价 如果说下午能够收回去 盘面还没算走坏 从大盘日线角度来说 目前正常 目前正常 那么从操作上来说 早盘冲高减仓之后 等回补机会 目前还没有很好的回补修认点 那么看这一这个补缺口的位置的一个力度 好吧 那么整体呢 就是上午带盘的一个情况 我们这里 最后的话呢 还是我们课程结束 我们还是要有几句话给同学讲一下 首先一点的话呢 我们有每个人都有一个感恩的心 那么我们在这里学习的话呢 我们确实对量学的这种 说喜欢也好 说量学能够帮到你指导交易也好 那么我们这里真心的要感谢我们的黑马王子老师 是他发明了量学 让我们能够在一起学习 我们其实要感恩 一切使自己坚定成就的人 使自己成长的人 那么这里的话呢 有一封简单的感谢信 那么我读一下 也是表达我对所有学员的一个心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首先感谢黑马王子老师发明了量学 让我们在古海中找到一盏明灯 第十一期一个月即将过去 你们有的是跟我刚学第一期 有的是老同学 还有很多铁粉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参加我的课程 有同学说 中途去学了其他老师的课又回来了 还是喜欢五行超凡的量学的主力思维 有同学说 早认识我就好了 之前亏出去的三百万学费 交给老师的学费都值 相见恨晚 同学们的互相帮助 互相鼓励 那么我们的群管理 也是经常深夜的 帮新同学远程安装软件 那么这一幕幕的话呢 确实让我在心里面一直奠近 感谢大家 真正要学好交易的话呢 是一个体系的 不是说学一招一招一招就能够解决的 一定是需要时间 需要相当的一段磨练 而且的话呢 我们之前一直在说 你再好的技术 也需要有你好的执行力和你的心态 不能有任何贪的一种想法 贪跌贪涨 贪这个字不是说针对某一个人 我自己也有 每一个人都有 这是人的本性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只能说在每天收盘也好 每节政客后面也好 会反复着引领大家 那么大家呢 不断巩固掌握 其实收到很多同学给我的留言 那么其实确实感到也是一种幸福 至少来说 我给大家讲的内容 大家学到了 用到了 我呢 我呢也是和大家一样 也是一个股市交易的人 那么也是一个平凡的人 可能只是比大家入市早 感悟深一些 那么也是受黑马房子所托 协助推广量学 整体来说的话呢 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学好 把基础当好 除非说你说不吵股了 那没问题 但是你一旦在股市 必须努力 因为市场在变 还是那四个字 股市真的不容易 俗话说 一分根源一分收获 大家的客户努力 勤奋好学 那么在未来市场中 一定能发挥出你的价值 这些就过了 那么 如果说课程中 有同学给我留言 我没看见的 那么可能 这里的话呢 因为工作原因 或者说带群被课 录说平等的原因 那么有时候QQ的话呢 我是不看的 我只关注群 所以当都给我留言 如果我有没回复 或者遗漏的 给大家道个歉 表示歉意 并不是我主 故意不回复 确实时间上 有一些 自己都不够用 亲爱的同学们 这一期课就到这里结束 那么在下一期课程中 将会重新对量学体系 进行讲解 原汁原味的 加上深度理解 实际上运用 更深入的了解 我的量学交易体系 把自己的交易基础 打得更扎实 还是用两句话 给大家两个字 想跟着我学习的 那么课程我会安排 如果你问我课表 讲什么内容 那么课表以后都不会发 那么两个字 信我就OK了 还是一句话 任何一个学员 不管新东西老师学 仍然有一周 新开课 一周内 退款的一个权利 保障 给到大家 那么第11期 第11期因为是国庆 有七天时间 那么在课程结束之后 我会给大家多一周的复盘 会给大家多一周复盘 那么复盘课的话呢 仍然是上传在加密软件里面去 那么我的课程的话呢 从国庆前开课到后面的话呢 都是按时间发布的 所以整个学习 整个的时间 可能前几天管理员有误会我的意思 那么这个时间 整个十四五天的时间 这个时间是不变的 那么我们一个月 三十天的学习时间 证课的时间 也是不变的 那么十五天的延长 我会在这三十天之后 再给大家多一周的收平 一周的盘面的带盘 这个没有问题 那么系统的十四五天时间是不变 那么有同学说 学习时间不够的 其实时间够不够呢 因人而异吧 我知道很多同学一个月内 他把一个课 某一节课 看了五遍的 看了十遍的 但有些同学说 他说老师我都没看完 那么这个时间 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去均衡 去年到现在 平台所有的时间 都是统一十四五天 那么只有说 你自己安排好时间 抓紧时间学习 好吧 那么最后 我一定会在今后的教学中 给出更大的努力 也希望大家更好的学习 取得好的成绩 一起分享大家的成功和快乐 祝大家学习愉快 天天进步 投资顺利 好吧 那么我们11期的正课到此结束 好 我们下一期再见 参加特训班的同学 微信群已经建好了 那么如果还没进群的 尽快跟我联系 好 再见 各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今天的话呢 是10月16 星期三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们是第11期课程的最后一节课 那么这一节课程中 我们将会以盘中动态的看盘的方式 把我们所学到的一些知识点 或者说一些思维逻辑 我们从10盘上 给大家做一个动态的跟踪 那么在今天交流过程中的话呢 必须强调一点 过程中我提到的个股分析 盘面的走向 仅作为视频教学的一个分析标的 不作为个股推荐 不作为一个交易的一个依据 任何同学自己的交易 那么一定 感谢观看